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汉匪是在1997年被逮捕的 逮捕他十分不容易 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汉匪白宝山 在被逮捕时候 拿了一把半自动的步枪对阵5名警察就已经数为不易 但是万光旭却格外与众不同 他仅仅一把手枪就单挑了37名特警战士 甚至造成了5人死亡11人重伤的悲惨局面 那时在8月14号 平乡的公安局接到了一份秘密举报 万光旭将会在深夜前往他岳父的家中 公安局接到了这个情报后 马上展开了自己的行动 他们曾经详细分析过万光旭的情况 这个人是曾经的体工队射击队员出身 身手过硬 而且思维敏捷 反应迅速 如果不能一击击中 以他的狡猾程度 想要再找到这样合适的机会 简直就是尸身大海 公安快速制定好计划 首先由民警和武警战士前往其岳父离近来的房子四周埋伏 这座三层小楼四周 现在已经被战士们团团包围 当得知了万光旭 住在二楼以后 战士们马上分成了三个招部小组和一个支援组 还有其他战士分成六个小组 组成了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 万光旭堪称近代最强的汉匪 在这样的重重包围之下 他仍旧富于顽抗 最终公安机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还有三个无辜群众的生命 才将其成功击毙 结束了他充满罪恶的一生 但是那些因为他的罪行而无辜惨死 因为伸张正义而牺牲的生命 却再也无法拯救了 好了 今天的外媒显单史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没讲理事的朋友 别忘了转发关注哟